天理選用澳洲炒四牛 煎到五分熟 細嫩好嚼 沙朗則是用美國古四牛 七分熟剛好 非受分明 我們都不做醃漬 對 那調味的話很簡單 就是鹽 海鹽 我們是海鹽 還有這個黑胡椒 那起鍋的時候嗆一點 我爸爸的專門的這個 BBQ的醬汁 七十一年次的老闆潘威達 鐵板廚藝老德 原來它可是寧夏夜市 鐵板燒老攤的第二代 在雙聯地區開了二十六年 傳承自老爸的秘方 就是鐵板燒的美味關鍵 不太一樣是因為我們在家的 甘蔗炸下去在熬 對 所以它吃起來比較清香 比較甘甜 它不是沒有那麼鹹 對 有沒有人曾經跟著說 要用多少錢買什麼家做的地方 有啊 一百萬啊 買嗎 拿來補賣 潘威達完創舉 把清舟小菜常見的料理 搬到鐵板上來 現煎現炒 像是這道白帶魚 就很有台式古早味 我會倒一點水 然後要悶一下 白帶魚煎到兩面上色之後 撒點海鹽 以邊煎邊吹的方式 保留肉質的細膩 和外皮的香脆 我平常比較不敢吃魚 會覺得外面有些魚的魚腥味很重 可是他們家的白帶魚吃起來 一點都沒有魚腥味 而且外面煎得很酥脆 裡面很嫩 跟青舟白飯都很素配的蒼蠅頭 很難想像居然在鐵板燒店吃得到 戰相在貼壁 在霞鴨裡 淺漫水 好的 著名為